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朱元璋打算干掉那些大臣时 有一位非常机智的人 靠一个小动作逃过了这一截 这个人就是刘伯温 他在历史上的名声也是非常不错 可以说 朱元璋能够打下一片江山 他在当中占了很大一部分作用 当然对于在朱元璋身边做事 他还是有自己的心得的 朱元璋对大儿子朱彪非常喜欢 从小就是按照下 一任接班人培养的 只可惜他却早早过世 让朱元璋非常难过 还好他给自己留下了个孙子 所以朱元璋对朱允文也是非常宠爱 展开全文 尽管朱允文没有他爹那么适合皇位 但是朱元璋最终还是选择他继承大董 但是那个时候朱允文还想 朱元璋担心他镇压不住朝中的老臣 所以想要给他把前面的路铺平 将那些有可能会造反的大臣都除掉 于是 他组了一个饭局 将这些人都请来 就在宴请周仁的宫殿外面 朱元璋已经命人在周围做好了手脚 皇帝请吃饭 大臣们当然是感恩戴德的来了 这里面也有刘博温 他敏感地意识到 这次饭局不简单 于是 他开始留心朱元璋的一举一动 在吃饭的过程中 一直跟在他身边 反正他也是功臣 所以 自然而然地坐在了皇帝的身边 坐定位置之后 刘博温悄悄将龙袍的一脚压住 这样 他可以时刻保持对皇帝的注意 宴会在正常 进行着 酒过三旬 大家都有些喝高了 只有刘博温不敢贪杯 一直都保持着警惕 就在大家都喝得差不多的时候 朱元璋起身往外走 这时刘博温赶紧跟上 结果刚出宫殿没多久 下人就来报失火了 里面的那些大臣都被烧死 刘博温就靠着这一个小动作 成功逃过一劫 对于火烧庆功楼一事 很多人说是清朝故意在抹黑 但是朱元璋杀功臣这事也确实存在 做这样的领导下面的人还是小心点好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